五一黄金周,就是中国人的长假期 现在中国的经济放缓,真的要拨一拨 中国人很喜欢赌钱 现在世界各地开了很多赌场都是招呼中国人 特别是东南亚也开了很多赌场 澳门也开了很多赌场 一直这样扩建赌场都是招呼中国游客 现在问题就说,我在电视频上载了一条片 这条片就说有些中国人在赌场打架 我的标题就说菲律宾云顶赌场中国人来战 有些网友留言,他就说这里应该是澳门 没错,初初我看这条片 我都以为澳门经过网上测试一测试之后 发现同一条片看到这个标题 就说在菲律宾云顶 首先可以这么说 澳门我好久没去过 甚至我之前去澳门也不去赌场 究竟现在澳门的赌场 室内的环境是怎样的呢?我真的不知道 这里的菲律宾云顶赌场我都没去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 那些菲律宾云顶赌场内部是怎样的呢? 很多年前那时跟团去韩国 跟团去韩国呢 你知道那些所谓的导游 会带你去一些地方买东西 甚至带你去一些地方赌钱的 那我当年呢 韩国那时呢 那些酒店下面也有赌场的 所以 看回 这个菲律宾云顶赌场 那第二个问题 有网友就说 云顶应该在马来西亚的哦 没错 马来西亚的云顶我都去过 菲律宾我去过 但是没有去过这些所谓的赌场 菲律宾我去过一次 都不会去第二次的 那 看回这段BBC的新闻 这段是旧闻来的 2017年 当年我们有看这段新闻的 那这段新闻说什么呢 就是说 自36死菲律宾 赌场中火案 为什么我拿这段新闻出来看呢 就是要确认的位置 看回这段报道了 就是菲律宾 警方宣称 已确认上周五 六月二号 即是当年 星期五 六月二号 就在马尼拉 云顶 世界 酒店 赌场内 中火 襲击 导致至少三十六人死亡 下面说 中国驻菲律宾 大使 即是当年 星期六 六月三号 证实 有五名 中国公民 在二号 凌晨 菲律宾 马尼拉 发生 这个叫做 集 击事件 中 即是说 丧生了 这儿 是马 马 不是马来西亚 是马尼拉 即是菲律宾 是有间叫做 云顶 世界 酒店 赌场 这个赌场 在酒店里 所以 见到 这条片 即是我的telegram 上载那条片 而这条片 就是说 见到 他上载的日期 就是五月二号 推断这条片 是新片 大概都是五月一号 发生 就说 到现在来说 因为我真的没有去过澳门赌场 也没有去过菲律宾雲顶赌场 有没有网友去过这两个赌场 可不可以确认到 那个赌场内部的环境 究竟是这个叫做 菲律宾 这个云顶 赌场 还是在澳门赌场 呢 或者有没有那些澳门 网友 或者在澳门 做这些赌场的可观 的网友 是确认 就是说 究竟现在 我听到那条片 究竟是 这个 在菲律宾 还是澳门 因为 你看回 在网上来说 之前呢 也都看见 就是澳门那边 就是有些大耳窿 就是放数那些 借了钱 给这些这样的中国 就是说 这些赌客 没有钱还呢 双方呢 在赌场开片 都见过的 甚至呢 就说 这些这样的 中国 就是说 赌客 赌到呢 输身家 甚至输命 那现在 虽然 那条片 真的 写到明 是说 在菲律宾 这个叫做 云顶 赌场的 但是 既然有网友 质疑 那条片 可能在澳门 到现在来说呢 我真的不肯定 这条片 在菲律宾 还是这个叫做 澳门 我只是跟网上 我找到的资料 标题 照打下去的 那希望 真的 有些人去过 两个赌场 甚至在赌场里面 做的 就是网友 可以确认到 究竟 这个赌场 在哪里 首先 这条片 因为打架片 在YouTube 就看不到 你要看这条片 就要去 Telegram 看 個人意见 独立思考 讲完